大家好,北京这两天黄沙弥漫啊 真是北风呼啸黄沙弥漫 罕见的也是史上最强大的沙尘暴 已经在北京吹呀吹呀吹,吹了好几天了 整个北京是一片昏黄,仿佛世界末日的乃琳 这个沙尘暴这个东西啊 我在北京生活的二十多年啊 我是非常有感受的 很吓人的一个自然景观 我那个时候住在北京的吴克松那边 晚上听那个沙尘暴 那个沙子就敲打你的窗户啊 完了以后那个风声的跟鬼叫似的 尤其是深夜的时候 如果你睡不着觉 听见那个风声 然后听见沙子敲打玻璃的声音 你会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我那时候因为要谋生嘛 天天晚上都是要加班加点写稿子 有时候一写一通宵 真的你就听着那个沙子敲打玻璃的声音 听着北风呼啸 哎呦那个感觉 真的感觉到明天太阳就不再升起了 特别有一种绝望感 我那时候很文艺啊 我就想起那个帕斯基尔拉克的那个日瓦克医生 他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嘛 就是他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房子里 也是睡不着觉 整个国家呢一片萧条 是不是 到处都是战争 然后他和他的妻子就躲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苦度时日啊 然后呢睡不着觉 然后就在晚上就是写诗歌 这时候远处传来囊的叫声 囊的叫声在冰天雪地之中 那种荒凉感 孤独感 无以复加 我就想起这样的图景 很文艺的一个想象 但是北京的沙尘暴真的是一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常态 在北京沙尘暴是一个常态 有一句说一句啊 但是这两天出现大量的沙尘暴是不是 很多人就在那里埋怨 很多人在那里哭 说这个太严重了 比过去严重得多 过去呢 你把门一关是不是 你基本上呢 你还是能过的 就是脏 这个有意义 这要普及一下知识 科学知识 沙尘暴 它跟雾霾 它是不一样的 雾霾这个东西 后来发明了一个词 叫PMR5 现在也不怎么说了 它是一个科学数据 是不是 就是这个直击小于225的 微米的 这个所谓的细微的 这个尘土 它能够通过人的呼吸道 能够进入到人的呼吸系统 进入到肺部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这个东西是很吓人的 但是沙尘暴不一样 沙尘暴它是一阵一阵的 沙尘暴的颗粒都很粗 你看刚才我怎么描述的呢 是这个沙尘暴的那个沙子 敲打你的玻璃 你想想 它能把玻璃 能够敲响 说明它颗粒很大 颗粒很大呢 它是不会进入人体的 人的身体里面的 但是非常的脏 非常的脏 脏的让你无法想象我告诉你 所以现在北京的老百姓就埋怨呗 说好多年都没有沙尘暴的 怎么这会又来了 是不是习近平搞的事太缺德了 天怒人怨 这个沙尘暴又回来了 是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 是有道理的 说这个沙尘暴在20 就是胡锦涛搞的时候 沙尘暴是很严重的 真正的雾霾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2008年 温家暴超发货币 全国开始投放这个货币 完了以后搞生产 搞经济 跟美国的美元的超发对冲 完了以后呢就整个华北 很多的钢铁厂 钢铁厂的工业排放 非常的严重嘛 是不是 这个东西生产钢铁 它是为了出口嘛 赚美元嘛 对冲美元嘛 是这样子的 所以几千家 甚至上万家的钢铁厂 都是念粗钢的 导致整个中国的北方 大面积的雾霾 都是工业排放 钢铁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雾 变成了PM25 然后呢构成了中国人的北方人的生活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2008年之前 沙尘霾雾霾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有没有也有 那是不严重的 主要是沙尘暴 这里就构成了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沙尘暴的时候日子不好过啊 真的不好过 尤其春天到了 呦那个沙尘暴 那是遮天蔽日呀 每个人都把脑袋包住 是吧 根本就没法生活 最好是别出门 就在家里待着 那沙尘暴的机器 我们一般都不出门 在家里待着 然后呢 把这个窗户的每一个缝隙 都搞一层棉布 包括门缝都堵死 然后呢 就维持房子里面的那小块地方 日子能过的啊 真没有雾霾 或者雾霾很少 后来工业的排放搞起来以后呢 整个中国的北方 它那个雾霾构成的空气 它就固定在那儿 它就不动了 这个常识你明白吧 就是沙尘暴 你听到没有 它是有沙子 完了以后还有大风 大风吹 是不是 它风速非常的快 任何的雾霾 它都是一团肮脏的空气 就困在那儿 它不动 所以战胜雾霾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风 所以如果有强烈的沙尘暴 吹过来的话 那北京本地的雾霾就没有了 但是呢 取而代之的是沙尘暴 而不是清新干净的空气 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 这么一个话题呢 一方面是因为北京这边的老百姓 在反应嘛 说几乎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 说这个 细胞子做的缺德事情太多了 又是雾霾的 又是这个什么 沙尘暴的 又还有本地的阳城 所有的灾难一起来 日子没得过来 知道吧 这是让不让人过啊 然后呢 包括细胞子自个儿在内 他也不舒服 那么大的沙尘暴 你说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也不见得日子好过啊 你总得要出去走走呗 所以他们说 有的人就把这个消息 就报告给习近平 就说这个沙尘暴又来了 雾霾怎么办呢 然后就细胞子听了 听了终于听明白了 我刚才讲的这一套 沙尘暴和雾霾的关系 去给女清楚了 然后细胞子想想 那不很简单吗 那继续搞生产 把过去的那些钢铁厂 让它燃起来 用雾霾打败沙尘暴 或者用沙尘暴打败雾霾 是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告诉你 看似是一个玩笑 但是它真是这样的一个 荒诞的这么一个中国现实 你要想解决雾霾 你以为要搞什么高科技的呀 什么东西吗 什么的 那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只能是互换沙尘暴 你要想打败沙尘暴 怎么办呢 你只能是制造 再一次把雾霾要搞起来 用雾霾这个东西 抵挡沙尘暴 所以北京有雾霾的时候 内蒙那边 山西那边 一样的有沙尘暴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沙尘暴 由于北京这边的雾霾太大了 所以沙尘暴 把这个北京本地的雾霾吹不动 所以北京人 也只能是长久的享受雾霾 可是长久来看 雾霾这个东西 对人的破坏 对人的身体的破坏 比沙尘暴 对人的身体的破坏更严重 沙尘暴这个东西 它的破坏性主要在哪里呢 还真不是对人的身体的破坏 而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就是如果你按照 现在这个节奏的话 沙尘暴就这么每年吹 一吹好几个月 大量的沙子从北方带过来 我跟你说 北京再过几年 北京就没北京了 就完全被沙尘暴就掩埋了 整个沙漠就南下了 整个北方都变成一派沙漠了 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我想引申一下 说明什么呢 就是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 共产党的统治下 它所有的灾难是一起来的 我不是经常讲这个话题吗 瘟疫 饥荒 战争 真的 它一起来的 它一个都不会放过你 在中国你没有一个最有选择的 你想打败沙尘暴吧 那你搞雾霾呗 是不是 你想打败雾霾吧 你搞沙尘暴呗 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或者中国这个国家 它的政治的格局也是这样子的 你想打败国民党吧 你来那个更需要的共产党 是不是 你想打败共产党吧 国民党也是一个 也是个难人 是不是 所以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 政治的前途 是一点希望都不抱的 整个国家处在一个 巨大的败坏之中 你会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 没有几个人清晰的 意识到自己也有问题 都是怪别人 我告诉你啊 一个国家处在灾难之中 处在地狱之中 所有人都有问题 你有效的批评 应该是从批评自己开始 我的塑尔和白年 塑尔和陈思路 主要是讲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意识到 这个国家难成这样 你不要以为你是旁观者 你不要以为你是局外人 你就是那个作恶的人 没有人惜免于难 也没有人置身事外 可是有几个中国人这样想吗 我不说中国国内的人呢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全是一堆废话 你就看这个推特上面 因为有一批人 看见中国搞这么糟糕 就开始互换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好不好 我不知道啊 当然有它的有价值的一面 但是如果传统文化能解决中国 你这早就解决了呀 你想想是不是几千年都过去了 就像你种了一棵树 你种了几千年呢 它都没有接触 有营养的丰收的果实 你这会儿又去说这个话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关键是 你从文化的进入 去分析中国问题 你最后你的一个 理所当然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把自己身上的 所有的责任都撇开了 你认为你是无辜的 你认为你是正义的 而任何一个社会 我跟你说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任何一个社会 一旦一个人 你总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你总是不承认你自己 也是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作恶者之一 你总是去责怪别人 这个国家就完了 真的 而且这个国家的腐败 这个国家的完蛋 是从你开始的 就像一个家庭两口子吵架 丈夫呢指责妻子 妻子指责丈夫 两个人呢 就是一打打几十年 最后打的都一身白发苍杀了 还在打 合理的措施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丈夫承认自己有错误 妻子也承认自己有错误 这个家庭立马就能有所改善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真的 我写了好多字 写了几百万字 思考着这个东西 我的工作就是 我试图从怀疑自己 批评自己开始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从批评自己开始 可是何其难以啊 中国人对这些没兴趣的 天天想大事 天天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你说这个国家 你说这个沙尘暴 你说这个习近平 那不是理所当然对你的奖励吗 我告诉你 沙尘暴 雾霾 习近平 都是你对你中国人的奖励 你承不承认吧 你不承认的一点 你永远没戏 你再过十八代 你也没戏 谢谢